第一十题,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可调制适当浓度的食盐水,将鸡蛋做分级处理,首先将夹与丙丁式的体积相同的鸡蛋,投入经调制后的均匀食盐水中,平温后,鸡蛋静置于盐水的位置如幼图所示,请问哪一个鸡蛋所受的浮力最小? 我们知道浮力一定是排开的义重,也就是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一体的密度,这是一个调制后的均匀食盐水,所以密度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只要看谁排开的体积多,谁的浮力就大,谁排开的体积少,谁的浮力就小,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出来,假所排开一体的体积最少,所以假受的浮力最小,因此第十题我们说,请问哪一个鸡蛋所受的浮力最小? 我们答案选择是A,假